大家好,我是寶珍仔 今次我要谈谈Jer和沈欣怡 两个都是ViuTV的艺员 应该这么说 沈欣怡是ViuTV Jer是Mr.Viu 原来说的沈欣怡好像是喜欢Jer 我看看这篇报道说什么 开始这段影片前,请大家去我的主频道 和后备频道点击留言 就是好有广告、看广告 每晚8点和下午1点 我都会吃饭出来 影片和频道一起吃饭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25元一个月,非常划算 有独家晚片看 原来沈欣怡直定被Jer吸引 沈欣怡说的,我觉得很棒 会做家务的男生很Charm 会打理自己的生活 又有养猫,很有爱心 原来沈欣怡就是ViuTV女神 27岁,叫Shirley 和米妈 其实已经离开了 米妈 为网上节目 私打为牢,担任嘉宾 沈欣怡和米妈一起做嘉宾 主持是虾头 连施也 那一集就说什么是曖昧关系 互相说说自己曾经发生的曖昧情感 期间玩游戏时 Shirley就要回答 劝中最为吸引你的异性朋友 忽然间Shirley就变成了害羞妹 咦,我也觉得奇怪 其实我也觉得她不是很害羞的 我看了这片片 她就说了 如果有follow IG 就算不算朋友呢? 因为我很想说一个 咦,猜都猜不到 原来她说了一个正经 就是MIRROR成员 阿Jer,李俊杰 她说她觉得她很棒 那虾头就问她 咦,大家是不是朋友啊? Shirley就说 咦,都会打招呼的 在同一个地方学唱歌 就是这样,没有了 咦,既然女神都觉得阿Jer正 那当然 这些最佳选友虾头 就献一下计 那叫Shirley 要主动say hi 打招呼 心心眼 的Shirley 就说不敢 然后晚上用张纸 掩住自己的 怕走样子 咦,咦,咦 说Shirley 可以跟Jerry 说 咦,你最近大胃了 接着就摸摸手臂 咦,咦 但是呢 女神Shirley 就说 Jer 不是走这条路线的 但我还是很爱她 哇 这么大胆 不得了 接着Shirley 就说 究竟欣赏Jer 是什么地方 之前看她的工作 她很认真 又有养猫 又懂得做家务 或者打理自己的生活 又有养猫 很有爱心 这些是各种各种 都很欣赏她 咦,想不到 云云MIRROR 又大姐 又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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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类型都有 都吸引不了Shirley 唯独是Jer 我不是说Jer不够大姐 或者帥仔 我猜不到沈欣妍 而是很喜欢Jer的外形 原来 就是有爱心 又认真 又养猫 又逐色做家务 就行了 虾头 接着就问 Sirley 如果 Sirley 和Jer 一起主持节目的话 他如何打开这个话题 令Jer 留下深刻的印象 Sirley 就回答 如果我遇到一个 本身很棒的人 我在他面前 是不敢出声的 而且他会很耗底 他跟我说话 我都会很紧张 真是想不到 一代女神 居然有紧张的时候 似乎他真的很 中一只猪 那样 接着就问他 继续 是否在ViuTV的期间 是否没有一起做主持 在ViuTV的期间 那 想了一会 Shirley 他就说 他在想 就是拍剧的时候 他说 拍剧的时候 没有那么尴尬 为什么没有那么尴尬 因为拍剧的时候 要记台词 有台词 互相说话 就没有那么尴尬 始终 背台词 又不是说自己的东西 所以 Shirley 就觉得对着Jer 就没有那么尴尬 就可以互相说了 但是主持人 就好像没有了 主持人 就要多些互当 虾头又笑 Shirley 就说 刚才我们说了3-4个钟 没有见过她的眼睛 是着火的 轰轰轰轰的 立刻 整个人 就醒了 是自己的心仪 令你心毒的男生 Shirley 就连续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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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Shirley 就在直播表白 很喜欢Jer 我认为 连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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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男生 和男生相处 看到Jer 就要假认 Shirley 就笑 我一定会 但是 我可能会跑去 虾头 就说 有件事 就是帮 Shirley 做机会 虾头 相信 Jer 也不会看这个节目 但是 看到也不要紧 就会有很多人 DM 不知道 之后 就会发生得如何 咦? 那高登仔 暂时就说到 这段影片 是这么多的内容 咦? 我又怎么看呢? 哇 觉得 很有趣 这段影片 真的想不到 那么大胆 Shirley 究竟 叫做 中目睽睽 对 说真的 哈头 和 连斯瓦 这段频道 都不少人看的 而 他在这一条 这么公开的 网络 这么公开的 一个节目 那里 好像说到 很喜欢Jer 究竟 是不是真的? 那高登仔 都真的 难分真与假 这件事 但是 我们又可以看看 网上 对这件事 究竟有什么 看法 那 大多数人 就说 Jer 暖男的形象 真的很吸引 连女神 都深深眼 看来 他们两个 都非常亲 唉 接着 有人就说 说真的 Shirley 那些女神 有很多 男人追求 男人 不要紧 但是蛇虫鼠蚁 那些 有很多 而Jer的性格 应该可以很冷静地面对 蛇虫鼠蚁 而且 只要和Jer 合作过 工作上 都会对他 另眼相开 Edan 如果 我记得 这件事 Edan说 如果要选择一个MIRROR成员 给阿妹 他都会毫不猶豫 选择 Jer 就知道 看来 他喜欢这个 暖男性格 也反映了一切 这些 Jer的暖男性格 真的很厉害 他说 看完高 執事务所 就更加 令人有机会 發洩 Jer的优点 完全是深深眼 觉得 沈云仪 Shirley 很有眼光 另外 Jer 就 觉得 都是 最棒的 有taste Jer 内外兼備 美男子 内在 又是喜欢在家玩 貓的大男孩 希望大家 都继续 發掘Jer的优点 接着 原来 很多 网友留言 Jer很棒 很帥 很识货 真心 正 我都猜不到 真是厉害 接着 人们都觉得 女神很有眼光 原来 我又翻查记录 除了 Jerdison Jerdison 之外 Jer 教主 和Edan 是很好的朋友 有些 在之前那段影片 都说过 鐵三角关系之外 证明他们的友谊 挺好 而且他们应该 互相有些 很吸引大家 对方的友谊 所以我都 有些零眼相开 不单止 Jerdison 原来 姜濤 也有 在考古片段 要寫 对MIRROR成员的 一些感觉 和选择 姜濤 问了姜濤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姜濤 你中了六合彩 要请一个 成员吃饭 你会选哪个 姜濤 姜濤 就答 我选Jer 第二个问题 要谈心 会找哪个成员 去谈心 姜濤 也会找Jer 第三个问题 问姜濤 选一个成员 男友 姜濤会找哪个 也是Jer 厉害 所以我觉得Jer 基本上 就是一个 我想MIRROR成员 应该是一个 很得人欢心 和人员很好的人 即是 连姜濤 是吧 姜濤 他都 如果玩这些 游戏的时候 答这三个问题 选哪个MIRROR成员 等等 他首选都选Jer 证明Jer 都是很受欢迎的 在MIRROR里面 不单止 还有ViuTV 女神 沈欣燕 虽然他现在 已经和Jer 地属不同公司 一个Viu 沈欣燕 Viu Jer 就是MarketViu 但是 ViuTV女神 第一个选 都是选Jer 你说多厉害呢 所以 这件事 除了有女神的加持之外 最重要 姜濤也加持 姜濤也算 Jer 为她的唯一 好朋友 不是唯一 至少选三个答案 都选Jer 所以 我想 我之后 在我这条频道 有机会 我都说多些 Jer 的一些发展 还有 我对Jer的感觉 的分析 希望在MIRROR里面 就 继续发光发亮 成为 大好人怨 暖蓝等等 更加多些演出机会 和成功 好 今天段片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